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SING Channel 今次应该是第一次在新屋里坐下拍片给大家 之前在家拍片会怕吵到家人或者是怎么样 现在就有自己拍片和剪片的地方 之后就应该可以拍多点片给大家看的 这几个月就常常戴口罩 迫着皮肤 所以在我下巴的位置删除了很多暗瘡 然后暗瘡印一直都不退 然后我就不停地改变我的护肤和发妆的习惯 令皮肤越来越好 今天就会和大家分享六个小习惯 可以令皮肤变得更好 事不宜时就立刻开始 因为常常戴口罩的关系 毛孔被迫着的情况下 就很容易生粉刺、暗瘡 皮肤就会变得很粗糙 可以选一些AHA或者有BHA成份的一些洁面产品 可以相和地去除一些老旧的角质 所以方面我自己就用这个 这款肌然去角质洁面泡沫 它就有这个AHA和BHA的成份 可以洗走毛孔里面的污垢 从而做到收毛孔的效果 还有我自己喜欢它是泵头设计 一切出来就是一些很绵密的泡沫 我直接就知道是在洗面机上用的 可以令毛孔清潔得更加干净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泡沫 其实这泡沫是很绵密的 在毛孔粗大的地方可以重点按摩 令毛孔清潔得更加干净 我用了这个洗面泡沫 起码有两个月左右 我自从改用了这个洗面泡沫之后 毛孔明显细緻了 因为它洗得够干净 而且它令到我的暗瘡印 都淡得快了 我觉得这个洗面泡沫我是挺喜欢用的 而且因为我比较懒去洗泡 因为它洗泡沫有多绵密 所以就可以在毛孔里面清潔得更干净 而且这一款洗面泡沫 本身是没有豆浸 没有香料和抗物油的 不怕刺激皮肤的 非常差 来到第二点就是你的护肤品 基本上来到夏天 皮肤方面我会选一些 比较水壮的皮肤 極其量都是用到乳液的 level 如果你是比较干的皮肤 如果你用了cream 可以用量减半 或者尽量减少cream的用量 日头用的Skin Care 一定要清爽为主 到你之后上妆 City没有那么容易脱落 我会选一些 是唇保湿成份的Skin Care 好像Locytane的Aqua Gel 或者The Ordinary的B5 Gel 我也是比较喜欢用的 这两样东西就是唇保湿的精华 令皮肤水和平衡更好的时候 持妆效能就会更好 而且没有那么容易生豆豆和暗粒 记住夏天一定要转用清爽型的Skin Care 之前因为我没有改变我的Skin Care 和我的化妆大关 下巴是生了 由这么多年以来最多的豆豆 就是一有暗瘡 我就立刻贴暗瘡贴 而不拿手去折它 我自己也是在用这一款 万寿雷敦Atlis 这一款 你看到有两盒 我这一盒已经用完了 所以我再买一盒 因为它真的很好用 它分了日用和夜用 日用它是比较薄一点 隐形一点 薄的程度是我化妆之后 是完全不觉眼的 然后夜用它的厚度会厚一点 而且吸力强一点 令到它在晚上的时候 把龙头吸出来 就可以尽快康復 那为什么我会继续用这一款 不用我之前介绍的韩国暗瘡贴呢 因为它的吸力是比之前我在韩国买的一款 所以我一直都用这一款 CB值极高 我至少会购购了五次 因为其实我有段时间生少了 所以我中间可能买得不太密 但是我一直都会放在我家旁边 就是万一它可能我来M生暗瘡的时候 我都可以立刻贴到 还有记住记住记住 生暗瘡是一定不可以用手去折它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手是很容易有细菌 如果你折它的时候 它很容易会留有暗瘡引移 而暗瘡贴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阻隔了细菌 我以为现在天气这么热 又戴着口罩 我是试过戴着口罩的情况下 贴暗瘡贴 它都是黏得很好的 它都不会掉 我有一个挺变态的喜好 就是我每一次看到暗瘡贴 贴到很满很满的龙头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一种很治愈的感觉 如果你都觉得这件事治愈的话 不妨留言告诉我 不是只有我一个有这么变态的喜好 那说完急救用品之后 就说一下面膜 有些人就问 每天敷面膜是不是真的有用的呢 皮肤迷差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有保持着敷面膜 那我自己就会用这些 paper mask 这些paper mask很便宜的 我就喜欢那些面膜纸是比较薄的 好像蠶丝那类型的面膜纸 那它就轻轻做一个日常的保养 那我譬如我每天都敷 或者隔日敷 那皮肤是有明显的改善 因为可能皮肤补充够水分的时候 所以我平衡做得好呢 其实各样东西 譬如毛孔会小一点 还有你会没有霉衫暗瘡 当你的毛孔小了 你又没有那么容易对着污垢 产生粉刺 其实各样东西都会变得更好 Mask 类呢 我自己是譬如深层清洁 还有一些保湿型的面膜 就会交替用的 效果呢 就会更加时半功倍的啦 第五点呢 其实是我觉得自己最大影响的一点来的 我甚至是每一次见到朋友 我都会跟他们说 为什么皮肤好了呢 就是因为我转了底妆 以前是很喜欢用Cushion 就是韩国的Cushion 那边的天气是比较干的 所以它们的Cushion 都会油份比较多 对于在香港用来说 Cushion会比较焗毛孔 因为香港的湿度又会比较高 但是我又很喜欢它的光泽感 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用Cushion 直到我生了很多暗瘡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行 因为我看到长期戴口罩 最好尽量不要用Cushion 或者最好没有化底妆 有时候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就把我的底妆 转了做抗蜜粉底 就是这款Bear Menu的抗蜜碎粉 我现在也是在用这个粉底 我觉得它遮瑕度也足够 而且它真的很透薄 就算戴口罩焗了一整天 它也没有用妆的情况 我现在真的很喜欢用抗蜜粉底 而且用完后 皮肤的状况真的好了很多 以前可能真的太喜欢用Cushion 毛孔真的比较粗大一点 但是现在可能混合了我们 那么多个不同的小习惯之后 其实皮肤的状况真的比以前好很多 而且你可以感受到自己 生少了粉刺和暗瘡 而且在口罩里面的湿度很重 因为它也是一个粉状 它就不会被烤焗 它会反而有口罩有湿气 令到你的妆看上去更加甜 所以其实这个 真的是我最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个点 来到最后一件事 就是其实不关你用的用品事 就是你的生活 就是每一天喝得够不够水 其实很多人都有说过 喝得够水 皮肤就会好 而且是会有瘦身的效果 但是呢 我一个人是常常都很懒喝水 那怎样才可以令到你 多喝点水呢 我之前呢就有试过 download一个饮水APP 就会定时定后提你喝水 但是呢 我后来发现 飲水这个APP 已经不能再提到我 其实如果你没试过 我就会建议你用一些饮水APP 然后我发现呢 最近呢 有一个叫做 建置饮水的IG 那我就follow了 好像有很多个的 它有建置坐直 建置饮水 那我觉得都挺好 就是每一次你录IG的时候呢 你一录过他的图 哦 建置饮水 那你就会喝水 那我觉得这些IG呢 就可以用一个有趣一点的 funny的方式去看你喝水 令到你每一天喝水的量 都会多一点点 那我自己都长期有个瓶 这样装着水 那我这次呢 要分享的六个小习惯呢 就是这么多了 看似 每一样东西都是 好像都听过啊 你每一个小习惯 加起来呢 就会令到你皮肤 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由2月份那时候 生很多瘡瘡 开始了 去到现在 6月份 那我这四个月里面的改变呢 就令到皮肤就是 但是现在的状态是非常稳定啦 又没有再生疮 还有呢 毛孔真的小了 我好像没有打highlight的情况下呢 皮肤的光泽感都会高了 因为有中足的水分 我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类型的分享 如果你想我拍的影片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记得like comment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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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